我们台湾顾问团 今天谈到现在 媒体焦点人物的 两位媒体老板 包括了 汪汪忠实集团的 蔡衍明先生 以及一传媒的雷志英先生 大家从他们的发迹 到他们的性格 来看到所主持的 一个媒体的发展方向 讨论的是 还真是非常热烈 刚刚范格鑫说到 希望这个大战 不要赶快落幕 接下来可以再继续 有所谓的 更精彩的一个发展 但重点是 我们还是希望说 不管怎么样 媒体老板 整个媒体走向 集团化经营之后 在一般社会大众 还有从业人员 所坚持的专业 这条线的部分 当然希望老板们 在这里的一个坚持 能够展现 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包括月定大众看得到 包括你的从业人员 也能够看得到 不同的经营哲学 我们看到不同的 一个发展方向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两位报老板的发展呢 应该怎么样做 让这个媒体界能够更好 其实他们俩影响性 应该是在的 我们就请四位来宾 来做最后的结论了 来 列宏大哥30秒 不过李思音已经 如果说了离开台湾的话 就没什么谈的必要了 但是我觉得 现在没确定 他到底是真的走 我怀疑他会真的那么快走 但是不管怎么样 蔡老板在这次这种 两大集团的打仗之中 应该学到有一些 经营的理念 我觉得当然 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他是 有足够的财力 可以把媒体做好 媒体没有集中化的问题 媒体只有 公不公正的问题 只要公正 集中化有什么关系呢 本来媒体经营就要 有一定的规模 我觉得他是很有机会 把自己成为报应的一个人 所以可以再做得更稳 更大 来 玉寇姐 其实这个正派经营 就是新闻专业 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原理 我觉得反正事实就是事实 你好朋友杀了人 你还是要上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大的问题 那黎智英先生 其实当时苹果日报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两大抱团 因为长期被保护着 他的竞争力本来就弱 所以他苹果日报很容易成功 但是做一件事 显然是他在文化跟市场的 这个调查上面是失败的 甚至于他如果继续维持这个概念 他恐怕失血更多 但是不管怎样 我觉得这两个人物 他们都是历史性的人物 我倒不希望黎智英先生 那么快就离开台湾 因为台湾的媒体 还没有被他逼到 进步到那个成熟的水准 你是不要走 对不对 不要走不要走 好来 其实互相批评才会进步 那我觉得 一集团跟那个旺中 最好再继续斗下去 那我也建议那个联合报 跟自由时报也斗一下 然后这个TPBS跟三立也斗一下 那台湾媒体都会大进行 我为什么希望民进党能够永远好一点 就是这样子 民进党跟国民党在斗 所以彼此会进步 会进步一下 好来 范大哥 我现在不认为 这是只是纯粹一个媒体事件而已 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影响的集团 所互相之间的影响 这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观察 毕竟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是很难得在其他商业竞争上看得到的 其他商业竞争上 大概都在台面下 自己这样弄来弄去 那媒体互相之间的竞争 它就会每天在报纸 或在电视上就会出现了 所以它有它的先天的优势 还有它的独特性 我们拭目以待 精彩可及 自己收看 以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那我们希望继续看下去 是一个更好的正面的发展 这相信是大家总统都期待的 那么关于马英九总统 登上彭佳宇的相关报道 待会请继续锁定中天频道 有来自彭佳宇最新的卫星连线报道 今天感谢四位的来宾 谢谢大家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